包括美國三藩市、加拿大多倫多、英國倫敦、日本東京、澳洲、墨爾本及台灣台北等城市 舉行反迫害25週年遊行和集會 與此同時,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譴責中共當局侵犯及迫害法輪功的修煉者,並表示支持人權及信仰自由 美國國務院在7月20日發表的聲明中表示 今天我們鄭重悼念中共迫害法輪功修煉者25週年 25年來,中共當局一直針對法輪功學員及其家人施行虐待和侵犯人權的運動 我們呼籲中共停止鎮壓運動,釋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監禁的人 國務院還表示將繼續對迫害者追責,聲明寫道美國將繼續為人權發聲,包括為宗教或信仰自由 又只會繼續追究對侵犯及違反人權負有責任的人 喂喂,看完米酒住,記得like,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!